《新闻今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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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闻今日談》 《新闻今日談》 美國總統拜登 在9月20號宣佈 將於11月解除外國旅客 入境美國的禁令 就是接種兩劑疫苗 就可以免隔離進入美國 那根據CDC的最新指引 有消息說 這也包括了中國的國產疫苗 這個新聞意味著什麼 請到時事評論員邱振海先生 為你做點評分析 先生你好 如果這消息屬實的話 那這可能意味著 接種國產疫苗的人 接下來可以免隔離進入美國了 你覺得這對當下的中美關係來說 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對 最近幾天這個消息 在世界各地都在傳 如果這個消息屬實的話 那我覺得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這個突破有好幾個層面 一個從中美的共同抗疫的角度 另外一個是從對美國 對中國國產疫苗的承認的程度 另外甚至也可以跟最近的 中美關係的大局聯合起來 這個中美的關係在向著緩和 至少是技術性緩和的方向 在發展 我認為這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首先前提必須是屬實 那個CDC 這個美國總統宣布 11月份開始對某些 這個禁止入境 美國的一些國家進行開放 這是屬實的 但CDC現在宣布 中國的兩個國產疫苗在其中 這個當然我們還沒報導 但是在海外媒體型 就非常多了 但現在可以得到證實的是什麼 就是之前中國對美國的路徑 已經是有所開放的 比如說它 美國無非的幾種 一種是Johnson Johnson 一個是輝瑞 還有一個是莫德納 這三種 那麼現在如果說是在中國 或者包括咱們 中國的港澳地區 或者中國內地去美國的 那個三種 美國是承認的 但是關鍵是兩種國產疫苗 國產疫苗就是一個是國藥 一個是科興 那麼據現在的這個海外媒體在傳 說這CDC也已經承認了 就是如果從11月份開始 就是打了這兩種中國的 國產疫苗的這個 來自中國內地的 中國港澳地區的遊客 或者這個旅客 可以直接飛到美國 不用隔離 那麼之前是 到目前為止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你必須要在第三國隔離 新加坡 墨西哥 好像還有迪拜這些國家 要在第三國隔離 可能那些國家到美國 是免隔離的 他們直接有這個協議的 那麼從11月份開始 就除了接種了Johnson Johnson 輝瑞和莫德納以外 注射了兩劑 國藥和這個科興的中國旅客 也可以不用在第三國隔離 直接進入美國 但是當然你要提供48小時 或者72小時的核酸檢測 要留下你的電話 留下你的電郵 以至於能夠即時保持聯繫等等 然後你就可以免隔離 進入到美國 那麼如果這樣呢 它有幾個意義 一個是中美雙方 我們可以說 互相默認對方的疫苗 互相默認對方的疫苗 就各自為對方的旅客 打開一個通道 其實坦白講也是 因為現在到明年1月20號吧 其實這個新冠疫情爆發 已經兩年了 而且現在還看不到頭 去年的大概19個月之前 我當時做了一個預測 很多人說我是危言聰聽 我說這個疫情至少要兩年時間 很多人說你怎麼知道兩年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很多人 對比的是2003年的這個費典 費典就三到四個月時間就過去了 當時我們研究了 反正是歷史上的這個大疫情 就大流行 pandemic的它的外部特徵 基本上都要至少兩年 那麼現在看起來 我們去年預測的還是最保守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明年1月份還根本看不到 結束的開端都還看不到 因為病毒還在不斷地變種 現在最悲觀的一種 但是我認為大家 最應該相信的這預測是什麼呢 你比如說麥肯西等等 這些諮詢機構說2023年 但是最悲觀的 但是我認為是最應該相信的是什麼呢 是到2025年 全球才能走出新冠疫情 而做出這個預測的是什麼機構呢 你一說你就說必須相信 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組織認為是2025年 這是我到目前看到的最靠譜 也是最悲觀 但我認為大家最應該相信的 好 那麼假如說我們是 有的國家可能早一點 有的國家晚一點 我們就算到2024年吧 那麼至少還有兩年時間 還有兩年多時間 那麼難道我們這兩年多時間 我們的整個的全球化 或者我們整個的地球 就關門了嗎 彼此都對對方關門不可能 因為這裡面兩害取其輕 你開放有它的開放的後果 對不對 可能會有些外方輸入等等 同時你如果長期避 它會有避的後果 因為經濟各方面都不行 那麼你兩害取其輕 到底取什麼 當然這裡面還有 跟美國國家的傳統位置不同 像西方它強調自由等等 所以它一般就是 會開得比較快一點 那麼像我們東亞國家 一定要清零 但是清零你也都有一個代價 到什麼程度是你清零是可以承受的 因為再清下去 可能就是你的經濟不行 經濟不行 那你的清零代價也很高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實求是來看 那麼從現在第一個看起來 中美兩國如果互相承認 對方的疫苗的話 假如說這屬實的話 這至少是建設性的一步 無論的話我們不能說 這是惡意的一步吧 這肯定是對雙方人民的往來 肯定是有好處的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對美國承認中國的國產疫苗 這也是建設性的一步 因為這裡面有一半是政治背景 因為大家知道從去年 新冠疫情起來以後 美國就甩鍋嘛 一開始這個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說 這個鍋太大了 甩不過去 無非是責任啊來源啊 到最後那疫苗的民族主義啊 我們叫vaccine naturism 對不對 囤積疫苗啊 然後再否認疫苗 但是問題是 世衛組織已經承認中國的幾種疫苗了 中國的這兩種疫苗 在世衛組織承認之列 如果美國還不承認 那只能處於所謂它的狹隘的政治 意識形態或者地緣戰略考慮 它現在承認了 那我認為至少 從專業的角度 中地的角度 我看不出要否定它的理由 無論如何是建設性的一步 所以是第二 就第一個對於雙方互相承認 通關 這個只是一步 因為這個地球不可能有遠關閉 第二個從適度的擺脫 這個那個那個叫那個 疫苗民族主義的角度 也是有好處的 第三個呢我覺得是 可能應該說 從最近的中美關係的大局上來看 雖然這個事情孤立的看 事情每一樣事情孤立的看 都有它的孤立的特征 但綜合起來看 都有綜合起來的 就是坐在這裡的我們已故的 我們的首席評論員 卵志安先生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說得非常好 他一直有廣告詞 世界上很多事情看下去 沒有關聯的 其實是互有關聯的 真的是互有關聯的 好 那麼這個關聯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知道 今年的中美關係 老實說到幾天 到三天之前 9月20號是拜登上台 八個月 這八個月感覺是 他做了好多事情 沒錯 抗議 經濟 然後國外是 從阿富汗撤軍 另外就是反華 抗華 或者具體來說是 就是拉幫接派抗華 從七國領袖峰會 到拉北約 到拉什麼的 一直到這個 今天23號吧 明天 就是美東時間明天 我們要後天 四國峰會的領導人 已經被他請到白宮去了 什麼介義偉 莫里森 還有那個就是 印度的莫迪 等等 背後的議程 肯定是整理中國的 還有嗎 最近大家鬧得飛飛揚揚的 法國和澳大利亞的潛艇風波 這背後的議程 也是正對中國的嘛 所以 好 那你看這個 如果說這個 拜登一面是在做這個事情 但另一面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從今年下半年開始 具體來說 就從今年八月底 九月初開始 中美關係在悄悄的 有一些趨緩的跡象 當然這個趨緩 我們不要給它誇大 但也不要縮小 更不要忽略 所謂不要誇大 並不是說中美關係 未來就是一路向好了 不可能的 它就像股票一樣的 在下行過程當中 一個技術性的調整 但這種技術性回暖 也是很需要的 讓大家喘一喘氣 讓大家這個思考一下 因為中美以後的博弈是幾十年 你總不能一路向下吧 股票也不可能一路向下 你總要回暖一下 所以最近是一個技術性的回暖 它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七月底 這個威尼希爾 就是它的常人副國務卿 來了中國 回去以後應該沒什麼結果 當時我就說八月份 我說不可能有什麼大的結果 我當時預測 我說九月份可能會有 我當時一種感覺 當然也有些邏輯的支持 原因就是十月底 在羅馬要開集團的二十國領袖峰會 那麼那個時候理論上說 那麼長時間了 這個兩國元首總要漸漸吧 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 線下的可能性不大 對吧 因為要到意大利去一趟不容易 但是線上總應該 既然同框同平了 為什麼不搞一個線上的峰會 但是舉不舉行 它是一個象徵 象徵意義很大 因為在一個美國總統上任之後 如果說今年十月底 再不舉行線上或者線下峰會的話 那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1993年以後 中美元首在美國總統上台之後 沒有那麼長時間沒有舉行過見面 我算過的 1993年當時 克林頓是1月份上任的 當時是好像在APIC峰會上 當時的中國國家首席 江澤民是11月份才給他見面 當然那個事實 由於80年代末那場 春秋季照的那場 那場政治風波 中美關係還沒有完全恢復 對吧 從1993年以後 美國總統1月份上任之後 中美關係從來沒有過超過十個月不見面 不見面 因為這兩個大國這些越來越重要了 所以這個要不要找台階下 找台階下 9月份一定要有些動作 那麼就來了 兩個元首電話通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最近段時間 雖然這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風波 其實肯定是針對中國的嘛 但是我們中國也沒什麼表態 先靜觀其變 前幾天在聯合國大會上 聯合國大會上 就還有克里來過了 John Kerry來過了 John Kerry來過 其實他在天津 我們領導人 很多領導人都沒見他 在北京和他視頻峰會 這個我們亞洲人做的每一個動作 都是有代表的 既然要跟你視頻峰會 為什麼要讓你到天津來 既然讓你到天津來 為什麼就不見你 對不對 你在華盛頓也可以舉行視頻峰會 為什麼什麼來我們就見他了呢 對不對 所以就是亮你一下 但是又讓你來 所以他一肯定是來談氣候問題 二是來傳遞信息 John Kerry現在就像日本的這個叫二階俊波一樣 他是這個中美之間 或者那個二階俊波是中日之間 為數不多幾乎是唯一的 為雙方的領導高級領導層都能夠接納的 元老級的政治人物 是可以衝到密室的 2012年到2016年 當時中日關係非常緊張 現在解密了二階俊波幾次 帶著安倍晉三的密信來見中國 現在的日本駐中國的高級外交官 當時就在旁邊陪著 親筆信 John Kerry這次來 他一定是帶了很多信號 四月份來我們把他晾到上海 沒見他 結果過了幾天 我們領導人答應 線上參加這個 有拜登舉行的好像什麼氣候大會 對啊還是答應他 這一次我們的謝勝華跟他當面見了 從外交部長到副總理 到外事辦公室的外事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 都是視頻見他 但是信息該傳的都傳過去了 都傳一定傳到中南海 那麼一定是除了氣候問題之外 他一定是來傳遞拜登的一些 是不是有密信不知道 但一定有message 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信號 信號就希望緩和 好 回去了 回去了你看 前幾天聯合國大會 拜登發表講話了 講的說得比唱得還好聽 咱們也發表講話了 咱們一個是做出承諾了 對國際秩序啊 我們做出一些那個 就是要對話代替對抗 要以包容來替代排他 但最主要的我們做一些承諾 除了我們以前做的 炭中和炭達峰 2030年炭中和2060年 這以前做出的承諾 這次做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承諾 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開始 停止在境外投資煤炭的發電廠 這個是美國方面要求 美國方面 它有四個C 三個C 我當時做過說 它對華戰略 一個是competition競爭 一個confrontation 一個對抗 另外一個是corporation合作 corporation合作裡面 它唯一的認為 跟中國合作的就是climate change 所以你可以說4C 所以它甚至連朝鮮問題 它不願意跟中國合作 就是在氣候 氣候問題要不要合作呢 應該合作 應該合作 因為這是能力並共同的問題 但要不要跟你合作 這是一個我開心不開心的問題 要不要跟你來跟我談的那個人合作 給不給你這個messenger 這個使者這個面子 John Kerry 我們中國顯然是給他面子 而他也是跟拜登說得上話的 就像二階俊博跟這個誰啊 菅義偉 不是菅義偉 他的前人安倍 說得上話是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外交的後面的 behind scene 在後面運作的一些東西 我這個我沒有內幕啊 我全是從解構出來的 也許我的解構是錯的 但是我相信這個我的解構是 有道理的 大家也可以來推翻我的解構 都可以 所以這個當中國做出了 這個我們現在開始停止在海外 投資煤炭廠以後 John Kerry在華盛頓那一段 馬上就很高興啊 他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承諾 是一個偉大的行動 今天22號 昨天22號 John Kerry 克里在華盛頓說了 他最近幾週還要再訪華 當然中國有沒有答應他 不知道 如果中國答應他 他就是半年之內三度訪華 有這麼重要的事情 讓老人家 70多歲的老人家 冒著疫情 這個十幾小時的時差 連續來三次嗎 一定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談 所以這就是中美之間 再加上 10月底要發生兩件事情 一個是G20 一個是G20 中美見不見 線上見不見 第二是這個 就在蘇格蘭的格拉斯高 格拉斯高 格拉斯高那個地方 要舉行聯合國的氣候大會 一年要舉行十幾天 所以中國顯然是給美國籌碼 當然給美國籌碼 我們一是為了人民共同體 為了我們的星球 二我們要換來一些什麼東西吧 克里其實他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十則的角色 所以這次他就要再 好 那麼在這麼一種情況下 雙方總共還要再給一些其他籌碼 所以互相承認疫苗 如果是屬實的話 顯然是屬於這個大的背景當中的意願 而且這裡面跟氣候是一樣的 這個氣候是一樣的 第一你肯定是要人民共同體吧 第二我們要抗疫情啊 肯定都是有用的 那麼順便我也想到了 如果說中美之間互相承認疫苗 在香港和內地之間 我們為什麼不能互相承認 當然我們一定是承認 我們是一個國家嘛 但是其實我是想說的是 內地和香港已經互相清零很長時間 就是如果繼續封關 它一定有它的好處 一定有它的好處 但是兩害取其輕 它肯定也有它的 每一種決定都有它的一些壞處 假如說比如說這邊是清零了 但導致我們經濟下降了 人員不能往來 以至於導致我們很多好的願景 比如說前海方案的願景 橫青方案的願景 大灣區的願景 由此又拖慢了幾年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是要另外再考慮的問題 不管怎麼樣 新冠疫情恐怕要持續到2023 204年 這是大概率的事情 我們大概要從未來兩到三年 繼續與病毒共存的 這麼一種思路 來安排我們的生活 來安排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 甚至來安排我們的國際生活 都是這樣 所以在這方面恐怕開關是勢在必然 然後同時在中美開關 其他國家開關 疫苗互相承認 包括內地和香港通關 好 我們也希望藉由疫苗互認 這麼一小小一步 然後希望中美關係 在接下來會有一個突破 好 非常謝謝全神帶來分析 去一下廣告回來聊一聊 《法美外交風波》一會見 歡迎一句回到《新聞今日談》 物理平息澳大利亞核潛艇風波當中 法國的憤怒 美國總統拜登在22號主動致電 法國總統馬克龍試圖平息 兩國的外交風波 美國 英國和澳大利亞三國15號 達成了新的三邊防務技術合作協議後 引發了法國的強烈反彈 並罕見召回駐美國和澳大利亞大使 時隔一周之後 在美國總統拜登的要求下 馬克龍與拜登進行了通話 白宮形容雙方進行了友好的交流 但是拜登並沒有向法國做出道歉 馬克龍試圖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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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話後 美國與法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到 拜登承諾對涉及到法國和歐洲盟友利益的問題 需要公開磋商 美國與法國也決定開啟深度磋商的模式 為確保信任創造條件 法國則宣布 駐美國大使將於下週重返華盛頓 並且與美國高級官員展開密切合作 為兩國元首10月底在歐洲的會晤進行準備 拜登和馬克龍屆時都計劃出席 在羅馬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 另外 拜登在通話中重申了法國與歐洲 參與印太地區戰略的重要性 有法國匿名官員向華盛頓郵報透露 馬克龍希望美方能夠通過具體的措施 而不僅僅是言辭來恢復兩國之間的信任 鳳凰衛視 王冰如 王天意 華盛頓報導 好 繼續來和全醫生聊一聊 就是這次潛艇風波 大家形容是法美之間的信任危機 對 然後現在你看主動打電話試圖修復 然後10月底要舉行峰會 然後大使也回去了 你覺得這些舉動就能修復 他們之間的信任問題嗎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我前幾年在這裡跟Coco我們倆談 我認為這個 因為現在我們國內有一些聲音 這是他們內部的分裂 我們可以利用做些工作 我是且慢 先wait and see 先看一看 他們之間的共性 就法美或者美歐之間的共性 坦率地講 遠遠大於他們分別和我們之間的共性 你看最近法國 還有派個代表團去台灣 這個它在提升 歐盟在提升對台關係的問題上 力度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這個我們要 當然策略上不是沒有運作的空間 但是我們要出手就是大戰略 我們不是小戰略 也不是小謀略 出手就是 所以從這意義上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現在他們對他們來說峰會路轉 對我們來說看戲的多了一幕 多了一幕 對吧 這個應約 這也是 對 小馬哥應約接了老拜的電話 好 那麼現在我們看戲了 我們反正看熱鬧不前事 第一 老拜怎麼向年輕人解釋的 第二 有沒有解釋清楚 第二 有沒有道歉 那從我們現在新聞 我們記得報回來的情況來看 道歉是沒有 至少沒有說 Sorry Apologize是沒有 但有沒有解釋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誰也 誰也不是他們現場 現場在 就是那個拜登呢 一定會解釋一下 我們當時 但是解釋不解釋 沒有意義了 沒有意義了 這個事其實 你剛才用了 信任危機這兩個字 其實說白了 那就是美國根本沒把法國看的眼裡 第一 語言不同 它不是Anglo-Saxxon 美國對它的美英是Anglo-Saxxon 說英語的 你看五眼聯盟啊 都是說英語 這語言跟文化是連在一起的 大家同種同竹 同聲同氣 背後的文化 或者Mentality 氣質比較相同 總會好說話一點 你搞一個法國人 搞一個德國人 搞一個日本人 在那裡 韓國人 他總會除非要利用你 那日本呢 跟德國呢 因為兩個是戰敗國 所以他已經僅僅的 戰後七十多年 被美國按在那裡 比較聽話 那個韓國呢 因為韓國也高利民族嘛 又比較自主獨立 所以美國搞大不定 法國呢 美國更搞不定 你美國是戰勝國 我法國也是戰勝國啊 對不對 我法國 你美國是現在的超級大國 我好歹十八十九世紀 超級大國 而且法國人 從戴高德主義開始 就一路都是要求 民族的自由 獨立 對不對 而且法國人對語言的純淨 我們德語叫Sparhanicum 就是語言的純淨 它特別 德語裡面 大量的英語的外來詞 日語裡面 大量的英語的外來詞 法語裡面 語言純淨做得非常好 法國人很刻意的 要禁止它的 努力使它的語言當中 不含英語外來詞 那所有的這些都是 再加上好了 戴高 現在這個馬克龍上台之後 他不但是承接了 戴高德主義 還有過失而無不及 還提出了European Static Autonomy 歐洲戰略自主 那我們像早年 搞歐洲問題研究的時候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德法聯軍啊 歐洲無非兩大支柱嘛 共同外交 共同防務嘛 共同外交可以 但最後也要通過美國 防務 那更要共同美國 對吧 歐洲不是沒有防衛力 歐洲現在是二流的軍事 軍事國家的 二流的國家的軍事力量聯合體 主要靠北約 所以美國 好 那你馬克龍上台 小馬你上台什麼意思啊 搞European Static Autonomy 你要autonomy了 你要獨立自主了 這個是違背戰後 歐美關係的本質的 老實說德國也不大贊同 其他國家也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個叫做 竊喜於心 而不敢喜心於色 那美國呢 當然看著眼裡了 看著眼裡 你這小馬克想幹什麼 所以美國對法國 是充滿不信任 無論從 你不是我們的菜 Anglo-Saxon 你的法國人 本來就不是我們的菜 戰後代高樂主義 再加上 你現在搞那個歐洲 戰略自主 再在的 再加上呢 你提供給澳洲 澳大利亞人 那個什麼 柴油那個核動力啊 什麼這個潛艇 本來質量不咋的 五年都沒搞好 法國人我一見 經常說這個 打仗是不行的 浪漫一下子是可以的 喝個紅酒啊 條條瓶子可以 所以這個事 他自己活兒沒幹好 活兒沒幹好 各方面 但是美國人有一件很大的事 法國人你要認識到 你根本就不是美國的菜 別跟他瞎胡鬧 但是法國人呢 目前在意識形態 高度對立的情況下呢 以前呢 他是跟中國是 還是可以做一些事 但現在呢 就是我們要 這個我們要有大戰略了 怎麼樣爭取法國啊 這個我們就以後 有時間再講 但是美國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錯 就是做事情太粗草 太魯莽了 太茅草了嘛 那這蘇利文 那沙利文 這是國家安全工人 不知道怎麼做的 這個事你得 首尾的做好呀 首尾的做好 這個首尾對美國來說就是 他不信任法國 沒把法國放眼裡 這是本質 但是首尾沒有做好 這是做事情太茅草 但是法國人呢 他認識到 你本來就不是美國的菜 也別跟他瞎搞了 那法國你看 他老早就不參加北約了 是最早退出北約的一個國家 後來又重新返回啦 什麼 他跟北約始終是歐盟的議員 但是他是北約裡面的三心二意的一個成員 他跟德國是完全不一樣 德國是死心塌地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 所以現在就要看了 現在我認為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拜馬通話 拜馬通話是基礎性的 假的裝模樣子 它的本質呢 法美關係不會破裂 不會出現本質性的顛覆性的破裂 不會的 但是也修 就像以前我們一個領導人說 中美關係 好也好不到哪去 壞好也到哪去 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法國人呢 你這樣不要想你能夠貼到美國的 你熱戀貼不上他的那個人屁股 那美國呢 也不會把法國再甩到哪去 好歹他們是西方陣營的議員 那下面的問題是對我們了 對中國來說 到底是策略性的利用 還是戰略性的有所作為 這個要看情況的發展 這個我認為這後面 是應該有一個大的策略 但這個事呢 我估計在歐美的歷史上 產生風波 這是經常有的事 這次的事大嗎 是很大 真的很大嗎 也不是很大 過去歷史上也曾經有過 這次這個事呢 就是美國拜登團隊做事茅草 那邊馬克龍呢就是臉上無光 然後本質呢是 法國人不是美國的菜 美國也根本沒把法國人放在眼裡 尤其是馬克龍現在要 雄心勃勃做那個歐洲戰略自主 那個事呢 其實引起了美國的忌憚 那這倒是 這裡面涉及到一點本質 剛才全是面子工程 做事茅草啦 是的 這個有一點點涉及到 法國人想做歐洲的老大 法國人想主導引導歐洲的戰略自主 這是一股戰略趨勢 那麼這個就是要 要大家專家們要去好好的評估了 這是一盤大器 這盤大器路會怎麼下 這以後我們也信任 有信任再說 好 謝謝軒先生 為我們點出了法美之間的 信任的癥結所在 他們的心結不解的話 是無法達成根本性的信任的 好 非常謝謝軒先生帶來分析 也謝謝您收看新聞今日談 再會